查询第一阶段 这边插入一个工作表 那我们这边就是 名称的话我们叫清单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先给他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主要是针对 你要批示查询的对象 包含就是什么 比如说业务人员 你把它复制一下 那直接在这边A1地方贴上 贴上之后他有重复的嘛 对不对 那你当然如果已经2007以后的版本 是有一个叫移除重复 你可以按下去 当然你这个地方有个标题 所以这边要打勾 按确定 他会自动帮你什么 移除重复的保留六个 OK 当然你可以挑战一下 我刚刚讲过了 假如是2003以前的版本 因为有些公司可能还在用2003 因为公司不想花钱升级 我发现很多大公司也是这样 之前去像远传 他有些人在用2000的 以色列 因为其实还可以walk 而且还发现他电脑 有些其实还用很早期 IBM的电脑还在用 因为不会坏嘛 一般的输入人员 他干嘛用那么新的电脑 反正可以跑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只要可以跑以色列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比如说你是内部的资源人员 你要写一个东西给他用 如果你是写成2010的版本 那就不OK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恐怕要额外写 像移除重复没有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想看 不过你可以向下相容 这个当然你可以立存新档的时候 可以存档 存档格式的话 记得这边有相容的格式 97这边 活跃部 基本上2003以前的版本 它是没有区分什么有启用跟没启用的 直接就是一个档案 当然给他也OK 可是如果说移除重复没这个功能 那变成你要自己额外写 那写的方法的话 当然你就想想看 这个地方的话 我刚刚讲过 而且你可以先排序 排完序之后再删除 有时间的话自己想想看 那其他的话当然针对什么 产业别产品 这些其实都可以建清单 一样的方法 这边的话当然也可以 直接把这个地方移除重复 这边应该是移除重复 直接这一栏 那要不要扩张 不要 移除重复 有标题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分别产生 大概就是业务 产业别产品 或者客户等等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数量 或者其他 或者电档名称 你恐怕是自己要去设一个range 那用那个range让他去查 可能要两个栏位 一个from一个to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 做好之后的话 那我今天要做批次查询 那批次查询需要几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能够批次的先新增 所以这边的话 前面有讲过了 如何新增 菜头一个 一个 小蜜一个 再一个 当然你就把资料查完倒过来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先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如何批次新增 当然新增的时候我们是空白 如果我今天要练习好了 你可以在开发里面 Videobasic 这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第一个 如何批次新增 这边这个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边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需要 我们先简单处理 我今天需要什么 需要批次新增 那个工作表 那名称的话就是菜头 小咪 小张 一个一个的方法怎么样 产生就好了 里面是空的没关系 然后再练习什么 批次删掉它们 那再来就再把资料倒过来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基本上你可以跑个回圈 有没有 第一个你先把 那你这个做法就是 先把那个 这个这个页面 恐怕先切到这边 或者你不切到这边 你可以用Shits Shits清单 对不对 然后呢 在forI等于第二 到最下面一列 去抓它的A栏里面的 这个名称 然后呢 分别就是 在那个新增之后 它的name 把它重新命名 所以这边我有一个写好的 在云端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我们批次查询 里面的这个程式码 这里面 展开来之后 这边有个 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写好的 好 那来看一下 应该这个 因为前面大家有 都有做过 大概练习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我把字放大一下 那怎么撰写 第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 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叫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我们是怎么做呢 for i 等于第二 到 序次清单的最下面一列 那以前的话 因为只有一个工作表 所以前面不需要告诉他哪个工作表 但是因为现在是跨工作表的应用 所以前面会多一个叫 序次工作表的向下一列 那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去抓到 这一个工作表的 A栏的第几列 第二列里面 就菜头 然后丢给谁 丢给一个x变数 先帮我存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会抓到菜头 然后把菜头先丢给x 那再来做什么呢 这两行应该各位有一点印象吧 前面用过 如何新增工作表 就是许子 有没有 点add 那add到哪里呢 add到最后面 最后面就是许子.com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他的名称 因为新增了一个 所以那个许子.com的名称 就叫做x 那一个做完之后 还有下一个小咪 小张 老王 所以做完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完 有没有发现 这个菜头 小咪 小张 老王 英雄 姚姚 就出来了 不过最后 建议怎么样 你最好是 再把它移到 移回到哪里呢 移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因为总 我一般我们是 会移到 移到第一个 你就干脆 第一点什么呢 点slate slate 这样子OK 但是你新增之后 如果你现在再新增 它当然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批示删除 第二个动作就是说 要把旧的这几个删掉 但是删的话 我们需要留下前面两个 因为这个是总表 不能删 这个是清单 也不能删 所以假如说我第二个 如何批示删除工作表 前面应该有用过吧 就怎么 哪一个 许子点 delete 对不对 那我讲过就是 如果以前删除列 要倒过来删 那现在工作表 如果你要删的话 我建议也是倒过来删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现在删掉菜头 本来菜头在第三个 小咪在第四个 那如果你把菜头删掉了 小咪的位置会怎么样 会移到前面 所以小咪本来是四 它的位置居然会改变 变成三 那后面的全部也都会换位置了 所以你跑一个回去的时候 你本来要删它 结果它居然跑掉了 你就会删不到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一样 如果以后 反正你只要想到删除 无论是列 或者是这个一样 你就怎么样 从后面删 比如说它三四五六七八 它是八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第八个删掉 第七还是一样位置 所以你第七删掉 第六还是一样位置 所以你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 最后面那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撰写完 大概写出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批次删除工作表的话 倒过来删 倒过来怎么删 这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第一个一样 插入一个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特别注意 因为删除的时候 它会一直跳出 要不要删除 要不要删除 很烦耶 对不对 如果你要一百个 你就按一百个删除 而且记得一定要加这一行 尤其是你大量 像那个我们有客户名称 有155个工作表 如果你忘了加这一行的话 它就会一直跑一百三 一百五十五个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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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问你要不要删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把那个警告 提示 关闭 那关闭应该还记得吧 这好像前面有讲过 叫application.dispress 所以你大概打一个点 disi就出来了 dis 等于 false 关闭 再到最后面呢 记得把它打开 等于true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 for i 等于 最后面一个 最后面一个是什么 should.com 其实就只这样摇摇 好像第八个吧 所以 should.com 实际上最后呢 这个数字应该就八了 它会自己去 check一下 总共有几个 然后呢 到第几个 第三个 因为什么 因为要保留前面两个 所以这两个不能三了 不要习惯写 should.com to 一 完蛋了 前面全部帮你删掉 光光 那没有就要重来 那因为倒过来 所以呢 记得加一个step-1 因为预设是step-1啦 是正向 所以不用写 如果你反向 就加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把它什么 哪一个工作 第八个工作表删掉 第七个删掉 第六个删掉 那nest 最后再把这个 这个提示再把它什么 再把它打开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全部都散光光了 然后再新增 有没有 再散光光 OK 好 那因为我这边多了这一行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会跳回到 这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等一下如果你们在云端上面参考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一行 你自己可以加上去 好了以后的话呢 再来就可以怎么样呢 有头有尾 对不对 再来就是配合上个礼拜教的 那上个礼拜教的就是说 我们有个单次 还记得吧 单次的部分呢 其实就中间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哪一个呢 放在一个回圈里面 那本来这个x是由input box取得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不是input box 而是自动去抓清单里面的那个名称 一样等于有点像前面是先input box进来 再查出一个 放一个 但是我今天呢 不用输入了 直接就从我的那个清单里面去抓 抓到之后换下一个 所以顶多是多了三行 这三行是什么 一个for回圈 头尾 然后呢 中间部分 所以批示筛选业务的话 其实就从上个礼拜的那个部分来做修改 所以你当然你也可以知道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们上个礼拜的是那个 我们第五次上课 第五次上课东西 那我们这边有个城市 也是一样有个城市嘛 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筛选业务吗 其实你也可以拿这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 这个筛选业务有没有 拿来做修改 那你会发现 我只有在外面包一个回圈而已 然后把input box 改成从清单而来 OK 摄影试试看 然后这样的话呢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一段 Ctrl C这样 然后这边 给它自动新增 好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我们就是三段 最后做完 把它run一下 不过最好是设中断点 如果说你不确定 因为你一run 你现在全部做完了 但是怎么做你不知道 没关系 设个中断点 批示筛选业务 然后 1到 这个 这个抓过来 现在没有 对不对 按F8 里面抓到哪一个 菜头 对不对 然后菜头抓到之后的话呢 油标放在B1 这个都一样 有没有 筛选 然后范围 再来 选取 再新增 有没有 这一段 其实就刚刚讲的 新增的名称就叫菜头 所以你会发现 新增之后 现在名称是工作表14 然后把它重新命名成什么 从菜头 然后呢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贴上 因为刚刚有复制 现在贴上 然后蓝宽 自动调整 再取消选取 再切回到第一个 总表 再取消选取 那油标在A1 点一下 就取消选取 这个时候菜头有了嘛 那再来就换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X 因为我是FOR回圈嘛 所以再换抓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谁呢 下一个是小咪 有没有 一直在推 所以一直一直往 那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把这个中段点拿掉 然后让它跑 换下一个 我感觉有点卡 它一直跑 如果你不希望它画面是更新的话 我讲过嘛 你打一个什么呢 在这边打一个Application Appli 这个我想这个物件名称很重要 最好把它背起来 电什么呢 ScreenUpdating 等于FORCE 对不对 这样它就不会更新了嘛 然后记得把这一行 Ctrl C 头尾尾巴在这里 贴上 等于True 这样就OK了 不过特别注意 你这个时候如果再执行 因为有旧的 所以怎么办 最好可以在这个地方 先开始的时候 先call什么 批示筛选 批示删除工作表 因为如果你没有先删掉旧工作表 再跑挂掉了 因为已经有了 所以你可以想 在刚开始的时候 先呼叫它 所以这边射中断点 有没有 因为有旧的 然后先删掉 它会跳到哪里 跳到上面 然后做什么 就是先帮你把旧的先删掉 删完之后呢 它就跳回到下一行 所以以后 假如说呢 经常会使用的那些程序 你就是另外写一个 那以后反正大家都可以共用嘛 我只要需要删除工作表 我就call它就好了 它就会帮我全部处理完毕了 对不对 然后就又跳回来了 这个时候呢 再去全部查询一遍 不过因为我现在的那个 我先把中断拿掉了 因为我那个updating关掉了 所以它不会updating 它不会去 它什么时候会跳一下 就是当它等于true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最后画面好像有闪一下 因为它又恢复了 所以它会再闪一下 资料的话有没有出现 资料有出现 这个就是所谓的批次筛选 批次筛选 所以特别注意 先建一个清单 只要有清单 后面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所以同样的方法 产业别有没有办法做 可以嘛 然后呢 其他只要你产品都可以做 可以 客户名称也可以做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自行再完成其他栏位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程式码就在云端上面有了 反正就是前面三段 第一段是新增 第二段是删除 第三段就是批次筛选 那其实 其实你说这一些东西 能不能直接套用在别的工作上 当然可以啦 你以后只要找到一个大的资料 马上可以做 完全match啦 不会有影响的 当然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如果栏位位置不一样 你可能要稍微改动一下 这些都是可以马上套用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它拿来当什么 当个范本就好了 那我觉得你们要学会的 初期也许就是 至少要看懂范本 并且知道要贴到哪里 做小幅度的修改 慢慢慢慢的 自己上手了之后 慢慢再去修改 然后或者甚至是 查看一些其他的VBA书籍 或者是网络上Google 到东西 你至少也比较看得懂 我觉得的话 你没有一个基本功夫 要看一些东西 恐怕蛮困难的 因为很多同学 就买了一堆书回去 都供在那边 几乎怎么看好像也看不懂 甚至有些同学还拿来给我看 问我哪一本书适合他 后来我说比较适合我吧 所以他最后就把书送给我了 我就好 那我 因为他甚至他看不懂 所以他觉得好像留着好像也是 没什么用 所以他最后就把书送给我了 如果你有些书看不懂 你想要把它丢掉的话 记得不要把它丢掉 拿来送给我好了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就是刚刚的这三段程式